大家好,这个是包头的劳动公园 这回回国呢,我现在还没有赚太多地儿 主要呢,是一个呢,是 你看这回来都一个多月了吧 一个呢,是去我媳妇家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回我家 我这又打算回去了 本来是想去西安的 我想了想吧,就家里还有好多事 没有处理清楚 所以我还得回去 因为我父母呢,年龄都大 需要,需要 有好多事需要帮忙 我还得赶紧回去 西安呢,到时候再说吧 我相信西安也是一个不错的地方 我实际上是非常想去西安的 那么我今天啊,就好久没有跟大家聊了 我看啊,就是说好多 我身边好多朋友现在都在陆续回国 就从加拿大全在陆续回国 尤其是赶上夏天 赶上这个疫情 现在放开了 都在回国 其实为什么回国呢 实际上大家想的啊,我觉得都跟我差不了太多 这两天我看了好几个回国的这个自媒体的这个播主的这个视频 基本上跟我想说的也差不了太多 我想从几个层面啊 跟大家聊聊我回国之后的感受 我呢,到加拿大 从加拿大移民啊 到回国呢,已经大概有五年了 五年没有回国了 那么这五年当中啊 我想聊聊呢 我对这个就是五年没回国之后啊 回国之后的看法 首先第一个啊 就是从物质上啊 感官上来说啊 我觉得这五年的时间啊 我们中国的发展啊 已经远超我的想象了 这是真的 我没有想到就是这五年当中啊 我们居然发展这么快啊 尤其是这些地方城市啊 什么二三线城市 哎呀 发展的真的好快啊 我去北京的时候啊 我北京倒是我看发展没有那么快 北京几乎没怎么变太多 因为说实话 北京啊 那个地儿寸土寸金的 拆也拆不起是吧 那么我看这些地方城市啊 尤其这些三四线城市 二三线城市 我那会在哥伦比亚旅行的时候啊 好多朋友啊 我发那个视频 好多朋友说 这个哥伦比亚呀 什么利马呀 什么就那些地儿啊 都是我看着都比较大的那些城市 不过大呀 什么那个厄瓜多尔基多呀 什么是吧 都是南美比较大的城市啊 然后咱们国内这些朋友啊 就说这都是那个中国十八线城市的 十八线小县城的这个既视感啊 我当时还觉得有点那个夸张了 等我回来之后 我一看 哇 我们中国的这个这个变化 我看了一些城市啊 比如张家口啊 保定啊 就河北这些城市 包括包头啊 呼和浩特啊 就这些城市啊 这变化 哎呀 我觉得真的是真的是十八线小县城的既视感啊 就是那个南美那些所谓的大城市 跟中国的这些小县城比真的是 这真的是这样啊 这网友说的真是没错的 我当时就觉得有点夸张 后来我回来一看 真是没有错 就是说这个这个呃 首先说我们中国这个这个三四线城市啊 这公园啊 就这种街心公园啊 到处都是啊 就像像包头这种街心公园 到处都是 然后呢 整个这个街道建 街道啊 非常宽阔啊 然后规划特别有序 然后呢 这个呃 这个街道的这个卫生啊 也特别干净啊 这个是欧 就是那些南美国家很难 很难比的 然后呢 我看我们中国现在这些城中村啊 也越来越少了 嗯 你像原来啊 我记得那个时候 城中村特别多 但现在啊 你看我就算是去了一趟包头 这个城中村 我觉得那个城中村 也是怎么说呢 也是规划的挺合理的 嗯 也没有想象中那么脏 是吧 也很干净啊 都快成一景点了 城中村现在啊 就那个样子 这跟那个南美国家那些城中村相比啊 哎呀 真的是不可同日而语啊 我只能这么说 另外一个啊 就是说 嗯 跟北美这些国家 跟北美这俩国家 美国加拿大相比啊 因为我只是去过 就是说 就近些年吧 只是在北美待着 对啊 呃 我自己觉得 这个中国的这些个三四线的这些城市啊 说实话 就是说从这个城市建设上来说啊 呃 我只能这么说 就是跟北美这些地方啊 不太就是风格不一样 但你要说谁高谁低的话呢 真的不好说了 嗯 早年那会儿 但是现在来看啊 呃 无论是从城市建设也好 呃 还有从这个街道上也好 还有从这个城市的这个便捷性上也好 还有从这些个城市的绿化度也好 一点都不次于这些北美国家了 这是真的 真的 我 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啊 后此及彼的这么说 呃 呃 我只能说是各有千秋 但是呢 有一点啊 可能是北美没办法跟我们中国比的 就是便捷度 北美这些城市啊 就是说 它的这个交通啊 确实不方便 因为我们都知道啊 就是加拿大那些 那个国家啊 它人口比较少 它人口少啊 你要到了加拿大那些 你像我们那些个小城镇啊 呃 你看我们小镇啊 根本就不可能有公交车 公交车是通不过去的 因为公交车如果通过去的话 它的那个成本太高了 啊 我们小镇也就是两三百人的这么一个小镇 啊 你要是公交车通过去的话 你想想 它会赔死的 啊 所以呢 公交车根本就通不过去 所以说你像我们小镇到市里的话 一般都开车 北美是公路上的国家嘛 它人口地广人稀嘛 对吧 所以呢就是 你这个便捷度上来说啊 跟这个我们中国的这些个小城市相比啊 那就差老远了 啊 我们中国的这些个小城市啊 就包括我前前两天去那个夏果园 那是一个 那也就是一个两三百人的那么一个小村子 但是就那样啊 它也有来来回回这些小巴 中巴 通过 对吧 十五二十块钱 就能把你拉到一个相当 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那么小县城了 但是这个在北美来说就是没有 那北美两三百人就像同样两三百人的这么一个小村子啊 跟那个中国跟北美相比来说 中国的这个小村子啊 确实这个交通就是比北美发达啊 但是呢 换就是我们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啊 这个这个建设不如北美 这是事实啊 我给大家都拍了那个咱们中国的那个小小小村子啊 建设上不如这个北美的这个这个二三百人小县城 就是北美发展的还是比较均衡的 这是事实 但是你要说从这个便捷度上来说呢 北美跟中国啊 尤其现在来说是没法相比的啊 尤其在这个物质上啊 这个物质啊分好几个层面 你看衣食住行吧 对吧 我们从衣食住行上来聊 呃 穿衣就不用说了 肯定是咱们中国很方便 对吧 你在这个小县城上也一样 说你从网上买个东西 然后过两天就给你送到了 对吧 呃 不管多小的小小村子 二三百人小村子一样 是吧 因为物流发达嘛 食品呢 就是说你要说从食品的这个种类上来说啊 我觉得加拿大跟中国是原 没法相比的 我指的是中国人的食品啊 那么我指的是中国人的食品 就是我记得 我当时在青岛吧 那会那会刚一刚一下飞机的时候 去三文以来文那么一个超市 哇一看咱们中国人的食品 哇那是我在加拿大大统华所见不到的种类太多了 就一个三文以来文 我都不能东东把我看傻了 虽然说咱们加拿大就是大统华啊 食品就够全的了 在这个 呃 加拿大 但是呢 我觉得那种全的程度远没有 肯定不如在在中国 你随便到一个超市里都比大统华的食品要全的 是吧 那么你你那个食品的种类 你就肯定不如这个 加拿大 你再大的超中国 华人超市 你也没办法跑得跟中国比啊 这是事实 是吧 呃 加拿大的那个国家 它是个移民国家 它只是说 就是说你中国的食品 就那么一 就那么一 狐独 是吧 那它可能还有中东的食品 南美的食品 包括北美的食品 它有 这个就是 是它的特色和特点 是吧 但是你就华人中国人来说的话 你的食品的种类的 种类的那个程度远 没没办法跟中国相比 对吧 呃 住的话呢 就是说我们中国的这个 呃 居住的这个成本特别低 你看我这个在包头 呃 我平时啊 我这个人好节俭 我住这个地儿 在在美团上订的才70多块钱 一天 是吧 当然水平不好啊 就是好的话 也就一百来块钱 但是你在呃 美国加拿大住的话 你这个钱你可下不来 美国还便宜点 咱们客观讲 我在美国住的话 一天的话 便宜的时候 也就是你看中部城市 三百多块钱人民币 呃 不到四百 呃 然后到美国洛杉矶的话 可能就贵一点 四五百块钱 一天 对吧 因为我住的居住都比较便宜 而且带着老婆孩子 我住那个地儿还算大的 咱们客观讲 你要说我一个人住的话 那就更贵了 呃 就更便宜了 对吧 可能在美国可能也就三百块钱 但是到中国 几乎便宜了三分之一左右啊 就是同等便宜的情况之下 便宜是三分之一 那这个 那这个呃 加拿大那就更贵了 加拿大这个居住的这个成本啊 你看我们在卡古瑞的话 在卡尔加里住的话 我们三口人怎么也得五百五百五百块钱人民币吧 呃 加拿大的物价比美国贵 嗯 贵 我觉得至少贵了百分之二十左右 收入比美国低了百分之二十左右 当然这个没法相比啊 回头我再跟大家讲这个问题 因为加拿大它是一个福利式的国家 嗯 它跟美国不太相似 嗯 所以就是说它它可能 虽然说收入低消费高吧 但它福利相对来说比较高 啊 就弥补的这个不足了 啊 那么住还有行的话 那就更没法比了 是吧 呃 你在加拿大 我们到哪开车的话 都是烧油 啊 烧油 烧油的话 其实啊 每次说老实话 我我我媳妇开车 加油我也不看钱 我这个人 很少很少去去去去抠那个细节 什么 都都去一趟多少油钱 我我从来这个这儿我从来不担 就是我我从来去不操心这些事儿 不知道为什么 嗯 没操心过 所以这个油价啊 江南大油价到现在多少钱 我都不知道 嗯 客户上讲 咱们中国油油价多少钱 我也不知道 嗯 这个你问错人了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车钱 这个车啊 因为就是我们买那个车多少钱 我到现在忘了 说实话 我们那车是个SUV Nissan的Pathfunder 多少钱我也忘了 嗯 反正当时据说在国内卖 因为当时买的时候是个华人嘛 他说你这车在国内卖四十多万 嗯 人民币啊 嗯 加拿大当时挺便宜的 嗯 多少钱我也忘了 然后呢 就是说这个 这个油钱 所以我我我从来没关注过油钱 嗯 这个是 嗯 但是呢 就是说从这个行上来说 我就觉得加拿 中国比加拿大方便太多太多倍了 你看啊 就是说比如说我出来玩哈 我我比不光说比加拿大比比整个美洲都方便太多了 对吧 你看我在那个南美都不行 到哪都不行 你看我我我在这个中国哈 我到哪都是骑行了 开骑行了 因为他这个 骑车子太方便了啊 我背着行李 我也也不再是负担了 要到南美我就先找住处 把行李先放 要不太沉 然后我我再才四处转 要不然背着行李太沉 但是你看到这个回国之后啊 回了咱们中国之后 你四处你之间 之间美团的那个什么电车 之间往上把行李往上一放就四处转 走哪都很快 很方便啊 对吧 这是就是弥补了我这个 就是这个不行的这个不足了啊 你在加拿大咱说老实话 那就更不可能了 你在加拿大你 怎么说 那那没有车的话 你寸步难行啊 然后呢 就是说你城市与城市 就是到一个城市里 加拿大卡尔加里 倒是有那种电俯首那种车 但是死贵那车 一个小时好像十兜吧 也不是二兜 也不是一个小时好像三兜 也不是两兜 人民币得十块二十块的啊 那个东西很贵啊 再说那个东西把它占这个whole的啊 所以我在我在北美从来没有用过他们那种就服那种那种车 也没必要弄那么个车 我还不是坐公交车呢 虽然不方便吧 但是起码那个方 虽然不方便 但是起码那个 怎么说呢 省点钱吧 另外就是我觉得他那车服哪站哪还是站着嘛 不像国内这个这个美团坐哪很舒服是吧 大座挺软的还 所以呢就是这一点啊 然后还有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在国内打车啊就是特别便宜啊 打车 反正我也没细看啊 反正我看十公里也就是 人民币也就二十块钱最多的最多一大关了二十 你在北美打车二十块钱就下不来的 Uber的话 在北美的话 你看Uber十公里的话 我觉得人民币不要你二百块钱 对吧 在智力也都差不多都得六七十我记得好像十公里 六七十块钱 也就是在那个就是中美啊 就拉美那些国家便宜点啊 打车是跟跟咱们中国差不多啊 那边便宜点 但是那边打车都差不多 那边打车的便捷性啊 跟咱们中国差不多 但那边的车啊 说老实话 跟咱们中国的车可没法比 我这时候回国啊 我明显感觉到咱们中国这个电车啊 真的是四处都是 而且中国啊 我发现中国那个车中间那个大屏幕啊 哇 好显眼啊 那大屏幕 触摸屏幕那个 感觉真棒啊 那个车 这些车在北美现在还没有 南美就更没有 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出口啊 这个对对这块我不是特了解 因为可能中国电车还没出去 我觉得中国这个电车一旦要出去的话 那了不了不了不得了 我估计北美的满大街都是 因为这个现在美国的这个车的这个优势也没了 原来还美国的这个车啊便宜 现在我看跟咱们中国的电车相比 还老仰 就是 这个呢 是说 怎么说呢 就是 衣食住行啊 就是整个从这个物质上来说 我觉得现在的这个 咱们中国 怎么说这个美国跟 中国相比啊 我觉得差一大截子 包括加拿大 从这个物质的便捷性上来说啊 跟中国是没法相比 真的 这是真的 我刚才衣食住行都跟大家聊了聊 是吧 然后咱们中咱们有一句话 叫 那句话是怎么怎么形容 说 说这个移民的人啊 说咱们中国啊 说 说那句话 怎么怎么说 我我我反正意思就是说啊 这个说北美啊 哪哪都不好啊 说让你回来 都不回 那句话是吧 反正就这意思是吧 我跟大家讲 这就是我接下来想跟大家说 我还真想回来了 我我还真的是想回来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就想 现在给大家讲完物质上了 那么 因为爱国里头啊 有一条啊 就是 有有那么一条 就是衣食住行 爱国里头的那条 因为 就是食啊 是最重要的 就是有有的人啊 就是说 为什么说 吃到了妈妈做的味道 故乡的味道啊 就是 就是说这个 故乡来 可能就是第一想到的 就是食物 那么食物决定了 你喜不喜欢这个地方 对吧 所以呢 就是说 你想想